哈喽 朋友们 少女们 大家好 我是小北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一期的这个 线上使用小技巧系列的这个视频 OK 那我们非要不得说 首先介绍第一个就是这个快速换弹夹 这也是一个群友分享给我的一个小技巧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步枪在打完子弹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这样换弹夹的一个动作 包括这个重型狙击步枪 它都会有一个换弹的动作 我们如果把这个换弹的动作理解成后摇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取消后摇 那就是开车门 另外呢这里给大家慢放一下 可以看到车门打开后我们再按F 可以看到右上角的子弹术也是不满了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上车 直接扭头再回来 这样的话换弹夹的时间将被大大的缩短 但是这个方法呢怎么说呢 有好有坏熟练之后是非常好用的 但是没在熟练之前 包括我啊 我现在不太熟练 你看我这样就容易上车 那如果我们触发了这个上车动画的话 这个后摇反而会增长 所以这边这个小技巧建议大家先自己多熟练熟练 然后再在实战中进行一个运用 包括这个火箭炮 它也是可以取消我们装填这个导弹的这个后摇的 OK那我们介绍第二个小技巧啊 就是这个攀爬上坡的这么一个小技巧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小哑巴现在是上不去这个山坡的 但只要我们用右键瞄准 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上来了 那么我们下来给大家再试一下啊 其他的 你比如说这个第一人称吧 第一人称这个坡也是上不去的 而且呢啊 而且呢第一人称我们即使是瞄准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坡也是蹭不上去的 那这个时候呢啊 只要我们把这个第一人称换回来 哎 他就很神奇了就可以上来了啊 只要不是坡度抖的很离谱的坡 我们一般都是没啥问题的啊 OK 那么我们紧接着介绍下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说也是一个这个战斗技巧 就是说我们瞄准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按这一键 其实之前讲过啊 我们这时候按这一键 能扔出我们的这个投掷物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是手雷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手雷丢出去 这样的话啊 我们能最大限度的这个干扰敌人的这个枪线啊 而且有机率啊 如果我们的敌人比较粗心大意啊 尤其是那种NPC啊 我们很有可能就是直接用这个投掷物把它给炸死 而且呢我们不仅可以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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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雷啊 我们可以还可以换这个呃 年弹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控制它具体是什么时候爆炸 OK 那么我们紧接着介绍下一个小技巧 就是我们这个呃第一人称这个打G的时候啊 我们开第三人称的话啊 它是移动的比较慢 但是如果你换回第一人称啊 这时候在敌人的视角里面 我们就是一个移动的非常灵活的一个人啊 就是比较比较难被打到啊 另外呢啊下一个小技巧就是这个榴弹发射器 我们之前也讲过啊 但是因为有很多萌新啊 我就再给大家说一个 就是这种我们Q住一个掩体 我们按QQ住一个掩体的时候可以连发 你看这个伤害啊就很爆炸 包括这个直升机啊 我们也可以打 如果你比较熟练的话 这个直升机也能打下来啊 就像这样 然后它唯一的缺点呢啊 就是只有20发子弹 但是我们打得很快啊 就像一个密集的这个轰炸区一样啊 还是比较强力的一个这个技巧 OK那我们紧接着啊 介绍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呃 去这个警局熟车啊 我们紧我们这个LSPD啊 把我们的这个车给扣在这呢 呃很多小伙伴啊 偷取就是直接翻墙 但是直接翻墙的话很容易被发现啊 我们可以走这个可以走这个小门 这个小门呢 你看它是没有没有任何遮挡的 就不容易被发现啊